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要看我好像很悠閒地坐在這裡 探森茶 其實等一會就要落田去體驗一下農民的生活 探完森茶就要開工了 不太捨得走 等一會… 长久以来 加拿大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 实在是最理想的耕种环境 自从1716年加拿大第一支羊芯出土之后 这里的羊芯就广受欢迎 各界人士都在这里开设众芯牆种植羊芯 因而致富,时至今日,种植羊芯 依然是加拿大其中一个热门行业 羊芯的种植期一般是由4、5月开始到10月 如果要尽量在这五个多月 另一棵漂亮的羊芯生长 就要靠天时地利 就算加拿大的环境和气候适合羊芯 都要农民的悉心照顾 如果要种一棵漂亮的羊芯 就要从培养土地开始 种植羊芯的条件非常讲究 但是选地就已经需要严格的检验 选完地之后 就要建造有座排水的水坑和葵田 首先就要利用机器翻松田里的泥土 翻土最大的用处 就是令到泥土疏松,有利去水 翻松原土地就要挖出排水坑 加强去水的功能 最后就要把泥土弄成拱棉 即是葵田 羊芯放在田里较高的位置种植 就算下大雨,排水坑也很快去水 而羊芯因为放在较高的位置 就没那么容易被雨水浸懒 接着就可以放种子 我手上一粒粒这些 就是羊芯的种子 如果没有种过羊芯的农民 他们要买这些种子回来种 如果种开的那些 他们每年羊芯结枝的话 他们就抽取果实里的种子 自吸自足 但不是立即就可以播种了 他们还要经过很多步骤才行 因为这个麻包队实在太重了 我不可以一次过倒进去 所以要拨用手 因为狼狈 有一个 有一个认识系统 有一个认识系统 有一个 可以看到一个某可以落几多种子 这里是膠 听这里的农民说 每一某田都会落一百磅的种子 还有羊芯整个种植棋 比我们所了解长很多 因为羊芯种子放入泥土之前 需要培植处理一年那么久 播完种子后 就要落另一样东西在泥上 大家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没错 就是这些干了的草 这些干装的草不是用来喂牛 也不是用来铺在地上给马跑 其实就是用来铺在田上 就是帮羊芯保暖的 不知道怎么推到田上 这么重 一扎和港草有四百多磅重 要将它们放在田中 就要利用一些大型的机器帮助 大规模的深墙 都会购买这些起重机和铺槽机 去铺和港草 以减少人手和缩短铺槽的时间 因为每一畝田就要铺三宅的和港草 即是有成千亿磅那么多 每当一块森田播完种 农民就会铺和港草在上面 作用就是保持羊芯在一个和暖和潮 的环境之下发芽生长 除此之外,在冬天来临之前 农民都要再铺和港草在芯田上 以免落雪冻坏阳心 我有学一下他们 先控制这架铺槽机 很紧张 利用大型的机器 很快就把芯田铺了和港草 农民在这块芯田的工作 就暂时告一段落 接着我们就要去隔壁 种了二年芯的芯田工作 我们要去隔壁的芯田工作 杨芯需要的阳光 就是正常光线的20% 即是大概两成左右 所以在杨芯的生长期期间 就要用这些网格格格光线 不然那些阳芯就会晒干或是腐胃 原本杨芯是生长在森林里面 光线不会太强 在芯田上挂网 就可以营造适合的环境 给它们生长 而到了冬季 加拿大都会下雪 为免网被伤雪破坏 所以在冬季之前 农民都会收好网 而在收割阳心之前 都会先收网 后收割 这一块芯田已经到了收割的时机了 耕种这个行业真的很看天做人 好像今早下了一场大雨 就什么都做不到 现在雨停了 马上要开工了 否则就会影响农作物的收割 我现在去开工了 阳芯的收割期 就在每年的九月底至十月 这段时间 农民就会首先割断阳芯的行步 之后就可以用刮芯机进行收割 刮芯机就会挂起大约一尺芯的泥土 透过震动 将阳芯和大部分泥土分开 现在所用的刮芯机都比以前先进 只要来回几次 就可以将整块田的阳芯收割好 送到去农民手中 接着就要靠农民筛选 阳芯源源不绝地送到我们面前 真是手慢点都收不下 到了最后 被筛选的阳芯 就经过运输带送到木箱 整个过程就会完成 看来这块田的收成都不错 收割完之后 别以为我们收割的工作就完成 其实现在就要立即去 第二块的芯田继续收割 幸好有架刮芯机送我们一程 来到第二块芯田 这里的面积比刚才的块田小很多 所以刮芯机也小一点 这部旧式的刮芯机 同样都会将泥土铲起 分开阳芯和泥 但是就不能够栽住农民四围刮芯 他只会将阳芯回到泥土表面 等农民去收割 用旧式机器加大量人手收割 成本当然会高一点 但是用这种方法收割 阳芯会彻底一点 不过这样的收割真的很累 做了几分钟已经很累了 我找到很累了 你怎么办 我没有时间累了 没有时间累了 没有时间累了 据Peter所说 每年到了五月份 深墙就会招聘大量的人手 不过原来大部分的农民 都不是本地的居民 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地区 好像Peter那样 中复阳芯令不少农民有更好的收入 但是这种工作真的挺辛苦的 我做了一天 就深深体会到过中的滋味 尤其是要不停将一些收集好的芯 混来混去 真是少一点体力都不行 我真是佩服他们 可以在只有涉事三度的户外 不停地工作 对于深农童我来说 今次是大丰收 在家中的工作 我体验了几天的农村生活 我觉得真的挺辛苦 因为天气 feather 又凍又湿又大风 当时干脆做了一个事情 流汁很痛 但是辛苦了一整天 都可以在一个这么优美的环境中休息 还有吸湯身空气 有很多辛苦 所有的疲劳都可以馬上消除 又吃完, 我又要去深牆 因為收割完羊芯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採割了的羊芯 就會拿到後面的一步 看心機進行清洗 與此同時工作人員 就會進行第一步篩選 將爛了的羊芯 或者不完整的羊芯 選擇出來 日雙雙的羊芯 會經運輸帶送到洗心機 但在洗心之前 工人已經在運輸帶中途進行篩選 將一些提積較大的泥土和和港草 清除了先 羊芯送到洗心機會不停攪洞 令一些較小的泥和草跌出來 接著下一個步驟就是清洗 這個部分配備了低壓噴水系統 在一邊攪洞, 一邊清洗之下 每一枝羊芯都得到徹底清潔 清洗好的羊芯便會送到工人面前 憑他們的經驗 將一些不合規格的羊芯選出來 之後便可以拿些芯去控干 一般來說, 羊芯會放在控干漆 兩個星期左右, 似乎情況而定 而每三磅的新鮮羊芯 只可以控出一磅乾芯 每一磅乾芯都會放在一起 其實現在很多挖心的程序都機器化了 我手上的鎖頭用來做什麼呢? 當然另有用途 我幫你吧 好, 麻煩你, 很重 辛苦嗎? 少去吧, 流汗, 不太習慣 其實Derek, 是否做完這個步驟 就可以進入圓桶 然後就可以運出去? 不行 我們要再挑一次篩選 才可以正式進入桶 焗好了的羊芯 就會送到運輸帶上進行篩選 工人就會將斷根 或者生長未成熟的羊芯拿走 經過了一次篩選之後 就可以入桶幾出口 Derek, 這些一個桶大約幾長? 現在這些只有50kg 大約八一磅左右 八一磅也是重了一點 你們會運去哪裡? 主要是先回香港 首先, 或者在不同的途徑 運輸途徑回中國大陸 譬如, 哪個市場比較多? 當然是中國 中國? 食物和豬肉都用來做藥 其實用這些桶有沒有特別原因? 當然, 這些桶有防潮作用 還有燒, 不會讓水氣進入裡面 大家覺得這個潛氏罐頭 我自己認為這是全世界最大 還有最貴的罐頭 先把我捧回來, 還是重了一點 雖然加拿大位於北美洲 但是很多華人住在這裡 所以楊芯一定有它的市場 除了這裡的居民會買楊芯之外 很多加拿大的遊客 都會買一些回去做手信 楊芯的產品都有很多種 不過大多數的遊客都會購買枝莊 修剪過的楊芯 而經過提煉的楊芯堂 深茶也很受歡迎 不過這裡出展的楊芯 大概有九成 會運到世界各地不同環的地區 而香港是其中一個 最主要入口楊芯的地方 在舊時 我們也可以在一些深熔海味店裏 看到不少工人從事 修剪楊芯之類的後期工作 可見, 無論是加拿大人 還是香港人 他們的生計都受楊芯的影響 這些貨物 多數放在這裡 Sara, 其實這些一桶桶的楊芯 來到香港, 會怎樣處理呢 我們通常原貨櫃來到之後 會把它保留在樓上的乾燥房 確保貨品是新鮮 始終香港的天氣比較潮濕 沒錯, 因應市場的需求 我們將楊芯收剪 成為不同的長短和大小 看看如果是長的需要多一點 就多一點剪成長 收剪這個工序 為何不在加拿大做 而要在香港做呢 主要有三個因素 對, 第一, 因為加拿大工資比香港高很多 其次就是香港有很富經驗的 收剪的工人 他因應市場的走勢 或者需要長的, 會遷就一遷 剪多些長的 第三個因由就是 如果市場很好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得到圓桶 就這樣賣出去給人 不需要收剪 其實在香港收剪的工序過程會如何 師, 你過來, 我帶你看看 好 師, 原枝回來之後 我們因應每一枝的尺寸和長度不同 我們將它分成兩至三級 現在的工人正在分成 分類 分一個大小 是, 是 然後過來這邊 它們會將尾尖這樣撕開 那還要不要這些? 當然要, 也可以賣錢的 然後這些長枝 我們就會過去最後一個工序 就是修剪 是因應它的形態 剪成長枝 或者一些拋, 大拋, 或者小拋 這些很明顯的拋 對, 需要試試嗎? 好… 我叫長哥教你, 長哥先示範一下 長哥真不愧是老行磚 看他三、兩下手勢 就將拋芯修剪得整整齊齊 不知道長哥對於自己這一行 有什麼看法呢? 你入行多久?長哥 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了, 老行磚 以前和現在有沒有不同? 以前差很多… 八十年代的時候 這行加工很蓬勃 好… 每晚都可能會加班 加班 是, 剪就剪到手也走遠了 那現在呢? 現在去國內加工 這裡的工人 每日的工作 除了將陽芯修剪成拋芯之外 他們還會將焗軟的長枝、短枝 切成陽芯片 以前切芯片當然就是用人手 但現在就用機器代爐了 利用機器幫手 切出來的芯片就會厚到一致 而切芯片的時間都會縮短不少 切好好的芯片 當然要經過包裝 直送到消費者手中 大家在購買陽芯產品的時候 可能未必會了解 一包芯片 會包含了加港兩地不少人的心血 原來陽芯也要經過這麼多工序 Sam, 你可否教我 怎樣選擇漂亮的陽芯? 好, 其實不艱難 如果到零售方面 一般我們都會看色澤 陽芯的色澤 你看到兩者有分別嗎? 這個明顯深色很多 深色的芯 我們都認為味道較濃一點 是叫金味 就是說入口的金味會長一點 對, 會持久一點 如果金味, 回甘的味道較為持久 我們那些是美貨 好, 讓我嘗嘗 好 真的比較甘 不過師, 你知不知道 陽芯始終是高價值的產品 仍然有假的 有假的, 陽芯也有 對, 這裡有一盤仿陽芯 是利用了大陸的白乾芯來切片 你看到外表和味道 對, 外表很明顯是假的很白 你看看味道 這些… 這個很大堆藥材味 很明顯不是深的香味 還有, 師傅 如果你想買一些高價錢的拋芯 這個時候你就要注意了 是 在市面上, 有些人會用長枝剪短了 找帽子壓制成一些價值 高的拋芯 你看看這兩盤 這邊它是用了一些帽子壓制出來的 是 用長枝收剪過 剪短了之後 就壓制成一些拋芯 賣起高價錢一點 對, 現在你這樣說 我就覺得這一盤的芯 差不多粒粒, 大小差不多 這一盤很明顯就是大小不同 而且那個品質有不同 比較不愧質 而這邊大致上那些紋路也相同 紋路也是壓制出來的 壓制出來的? 原來選洋芯也可以這麼有學問 Sam, 我怎樣做洋芯 才可以拿到它最好的功效呢? 其實烹調洋芯有很多種方法 跟我來, 讓我示範給你們看 好 想不到洋芯也有這麼多的煮法 Sam, 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 我們捉洋芯 好 首先, 這一味就是洋芯觀燃松子雞 做法是將兩支洋芯, 一量觀燃 適量的松子、紅棗、陳皮放入雞裡 再燉上三小時就完成了 讓我嘗嘗這支芯的味道 嗯, 芯很軟 而且它的質感有粉 有黏的, 挺好吃的 味道呢? 嗯, 很甘, 還是淡一點的甘味 你試了點糖嗎? 它除了有雞味之外, 它甘得清甜的 很好喝 這個洋芯荷葉飯 用洋芯、蝦米、冬菇和原隻鮑魚做材料 每粒飯都有洋芯的香味 想增加食療功效 可以嘗嘗用洋芯尊貝來燉花膠 用洋芯五錢、尊貝三錢、花膠八兩 加上陳皮清燉, 既滋陰又潤肺 女士就最適合了 嗯, 湯有純心味 雖然有花膠, 但是不腥 而且湯的質感比較黏 其實這食品真的很適合香港人吃 但是我實在太忙, 沒時間做了 有沒有更加方便的? 當然有, 我介紹一個簡單的炮製方法 給你看看 好啊 一個簡單的炮製方法 其實就是烤芯物 我們先將大概以前的洋芯片 放進火箱裡 用大熱的滾水泡下去 然後焗它大概十分鐘左右 然後要喝的時候 就加蜜糖 大約一湯匙的蜜糖 攪拌均勻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先試一下 謝謝 那的確很簡單 蜜糖又夠滋 然後花旗的芯片都可以降落 最近比較忙, 醋了一點 可以馬上喝, 補一補 師爺, 如果你懶得 其實可以不放蜜糖 就這樣滾水, 焗芯片 非常好吃 是嗎? 謝謝先生, 教了我這麼多東西 不要客氣 喝茶… 是, 喝茶… 加拿大擁有一望無際的土地 加上土養肥 因為天氣比較涼 非常適合種植陽芯 質素和數量都可以兼顧得到 我們一連兩集已經介紹過 深秀華人喜愛的陽芯 我們下一次 繼續會去世界各地 去尋找不同的天賜良緣 粉紅豆菌 天氣 紅豆菌 雖然會落在心上